好 那我們就繼續先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簡報的部分 你看一下 好 那麼 第二個特點介紹完了 我們再介紹一下第三個囉 你看你一進來之後有沒有發現範本好多 豐富很多 我們一般Press上面也有範本 可是它推出的速度也沒那麼快 第二個 PowerPoint有沒有都有用過PowerPoint內建的範本 你還敢繼續用下去嗎 再用下去 第一眼就跟你講 PowerPoint做 對不對 因為你會別人也會啊 所以有時候不是用Praise或Focus在我要完全取他考的 而是怎麼樣 有時候要出奇自勝嘛 對不對 你可以偶爾換一下換換口味 別人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好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你下次跟你同學在討論的時候 你跟他講羅斯會PowerPoint 有沒有 等到真正要報告的時候才說 突然跳出來 不好意思我回家很用功再準備另外一個簡報 好開玩笑 來那我們再往後 我們再看一下 它也有什麼 很豐富的圖庫 它也有給你 看到這邊你看 角色裡面 不過這個倒是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用的是Flash的部分的話 你發布在網路上那個部分會看不到 好那個部分看不到 所以像他在這個Flash角色裡面 裡面就還有不同的動畫 當然不可否認的 你現在總是用免費的嘛 有看到有沒有Pro版的 就是有一部分是屬於付費的 有一部分素材是屬於付費的 另外呢右手邊 右手邊這邊 你還可以看到有什麼 有不同的 你要添加自己本地短編也可以 他也還有其他的 幫我幫你分門別類 另外呢 這個就跟我們一般Office裡面的很像 應該就覺得好熟悉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再看一下囉 這裡 再來 它還有個優點 就在於數據的部分 一般我們如果在PowerPoint裡面 你假設要呈現一些所謂的數據 或者像這樣圖表的部分 你大部分怎麼做 你會特別把那個Excel 砍到裡面去嗎 通常好像不會這麼做對不對 通常是截圖比較多啦 大部分是截圖的方式 因為這樣就很單純嘛 那麼在這邊的話呢 它這個呢 有一點點動畫 有一點動畫 所以如果說你有一些數據 你可以用表格式方式呈現 也可以用像這樣不同的 有沒有 你知道這個所謂的圖表類型 來呈現一下也很好 當然數據簡單的 也可以在上面直接key 那如果比較複雜怎麼辦 用匯入的 它也支援用匯入的 所以這個是它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一個特點 那我們再往後面看呢 這是 這是以往大家要用Praise最麻煩的地方 所以我部落格還寫過一個Praise 中文字型終極解決方案 用網頁的方式啦 因為它事實上是網頁上的細SS語法 所以其實如果說你要的範本 因為如果你有用過Praise應該就知道 它套用範本的時候會直接選擇語系 常常中文的範本沒有幾個好選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要另外一個範本 你也可以透過修改語法的方式來完成 可是對多數人來講這樣是麻煩的 那在Praise就很單純 你就選好 就選好就可以 但是呢第一次 你第一次用這個字型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 加載過程要一點點時間 它說你可以去喝杯咖啡有沒有 不過我想我們這邊電腦應該是不用喝咖啡啦 喘口氣應該就會好了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囉 另外就是它的發布的方式 發布的方式這個地方 國際版跟什麼 跟我們的那個監體版就有比較大的差異 它現在目前是3點級的版本 那3點級版本之後呢 國際版只能輸出到雲端 2.0之前是還可以 好就一般的 那但是呢 如果是那個大陸的版本的話 它這些都還可以輸出 甚至你直接變HTML PDF都可以 所以如果說啦 你真的就是 像剛剛同學講的 我就不要上網啊 那我又有需要 在現場打開 你可以安裝那個大陸版的 好 你記得大陸版的註冊跟在 國際版的註冊兩個是分開的帳號 好反正分開的 所以你在哪邊註冊 你用相同帳號也沒關係 只是兩個是不相干的 因為它的授權方式不一樣 國際版的授權是用一個月或一年的方式 年繳的或月繳的 我以前有用過授權的 那大陸的呢 是買段式的 就是買一次終身享用 所以不大一樣 好不大一樣 那這個呢 是在輸出的時候 您要稍微留意一下 它這兩個版本的差別 那至於其他的就沒什麼關係了 好就沒什麼 因為像它這個也可以輸出什麼 視訊 也可以輸出視訊 不過免費版是輸出到DVD的品質而已 DVD知道多大嗎 DVD 720 乘以480 那我那時候變付費版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要比較高的品質 因為我是要在一個場合上直接用 影片的方式播出來 所以我就 就是用付費的 它可以輸出到1280乘720 那當然你再付費多一點 它有不同的方案 你還可以到1920乘以1080 這個一般就是我們講的Full HD Full HD的這樣規格 這樣你了解嗎 不過一般來說 大部分在1280乘720 在整個投影 像我們這樣投影上面 播效果應該就還不錯 效果應該就還可以 除非你們這樣 已經是4K的 8K的那種電視 看起來就遜很多了 這樣你了解了 好 所以我們稍微這樣介紹完了 可以準備開始了嗎 開始玩看看 好這一段我就先到這邊